唯子去之,姬子唯之奴,笔干见而死,子曰,应有三人焉 商周暴虐无道,他的哥哥唯子便离开他 他的叔叔姬子,因直言劝谏而被囚禁起来,做了奴隶 另一个叔叔笔干,更因苦见不听,而遭剖腹而死 所以,孔子非常赞叹地说 让朝末年,有三位伟大的人人啊